今天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BS4在5月初這裡有一個更新 那整個黑色沙漠的光影表現 包括你現在看到的 光影表現跟渲染 你現在看到右下那個渲染 還有頭髮的光影表現都有回來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之前大家可能會發現有點怪怪的 那他這次的更新 讓整個質量都回來了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講 你想要達成這樣子的畫質水準 首先呢你的設定一定要到這裡 點選這裡一個設定 進來之後呢 引擎這裡一定要使用高級圖形測試這個 然後OPEN這個可以喔 你這兩個做好 那再來這個你可以稍微調一下 你可以拉到最上面 最上面這個 然後主要在這裡啦 你這個高級圖形測試 高級圖形引擎模式這個 測試板這個 你打開之後 你才會看到光影表現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些 光線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畫質特別好 而且 我現在在拍的這個是每秒60格的 你可以看喔 你可以看喔 點起來設定這裡 這也是全開的畫質 全開畫質是這樣 非常爽 那他順暢度是一流的 我們可以到 我們可以打一下 那個討伐給大家看 那你如果有光影表現 你就會看到這個有陰影 這很重要 那你如果沒有光影表現 你就看不到陰影了 那我們來打一場討伐 給大家看喔 看那個畫質跟流暢感 因為我現在是要每秒60格在拍的 所以到時候直接輸出給大家看 那個質量是很高的 那有人問說會不會很吃資源 其實不會 我用這一台是 FD8350的CPU 然後970的顯卡 然後搭配16GB RAM 這樣子在玩 整體上 並不是說一個很好的電腦 但顯卡還可以啦 970的顯卡算蠻不錯 只是你用這樣子的配備來玩 就可以全開了 那有的人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沒辦法全開 你可以參考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 高級引擎那個地方的掌勾 等下來挑一個白天的場景來打 不然這個晚上的 有時候打起來可能會 你覺得太暗了 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那種爽度 那我個人覺得梅花這個職業算是 蠻不錯的 蠻好玩的 包括他目前在PK場 還算蠻有優勢的 中距離 然後近距離的壓制都很到位 三招輪來輪去幾乎別人快要 爬不起來 這個把它略過 你現在看到這個就是60格的順暢度 我們人眼的極限是每秒60格 再來打一場 打別的好了 看有沒有那個白天的關卡 沙漠應該有白天吧 我來打後面的 我今天沒花 過到 美迪亞那邊了 打這裡吧 這應該有白天可以玩 那等一下來抽個裝好了 欸 都是晚上耶 所以你如果在晚上的時候 你全部的副本都會是晚上 那我最近的PK啊 我之前用手機玩嘛 那最近開始用模擬器 繼續來銜接我的梅花的PK 沒有 我發現我的勝率有在提高一些 手機那個操作啊 你要去撥啊 把它撥上去有時候會 誤觸 不小心撥到 然後就切換另一排 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你如果用模擬器來玩 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 只有按了它才會切換另一排的技能 這就是模擬器的優勢 所以你比較不會有誤觸的現象 模擬器是精準的 然後這件衣服啊 是白色 本來是紅色我把它染白了 染白之後這個圖騰變得很清楚 我個人是覺得這件還不錯 搭配內褲白色這樣子 先來抽個裝 給大家感受一下那個抽裝的爽度 然後之前有人說那個 啊 iPhone維修很久之類的 其實你如果家裡有一台Windows 你就可以先 先用模擬器來開啟你那個黑色沙漠 你就不一定要等到iPhone整個打開 伺服器之後你才去玩 不一定要堅持用iPhone啦 你如果 iPhone那邊正在審核讓你沒辦法進入遊戲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喔 先用電腦來登錄你的帳號 啊記得綁定 儘可能以那個FB或Google為主 你如果是持有 你如果持有iPhone的人 我建議你還是綁FB喔 因為有的遊戲它不支援你 兩邊平台在登錄的時候 它有一邊會把你的 像iPhone最喜歡把你的Google那邊隱藏起來 讓你沒辦法去 用Google的帳號登錄 只有iPhone的能夠登錄 他們有時候會這樣互相搞 我來看一下 過濾這個 黃色喔 都吃掉 這樣才不會佔空間 來抽一下 抽 價18萬嘛 抽到175好了 175000 抽到17萬喔 抽裝比較不會感受到那種很明顯的 覺得說哇60格 但是你如果剛剛在打怪你就很清楚的看到 那個順暢度是差很多的 沒有什麼菊裝啊 其實我也不用特別在抽菊裝 我現在裝已經滿了 那我未來會在等打算 看它會不會再出新的抽裝的系統 例如說可能會抽出 符文啊 抽出文樣啊 還是抽出什麼 新的飾品之類的 新的手飾啊 那是有可能的啦 所以你也不用急著說 你的古代金幣一定要把它弄完 OK喔 1000多顆 現在身上有9億 那當然最重要還是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設定 然後還有整個順暢度 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有一個好兇 Dob家 推出能家 我們先回山間 我們先回山 在那邊 那邊 我們